金山区六谷里每周四都会进行预防及延缓失能课程 这项课程前两阶段的运动延展项目结束 理想为了长辈的健康继续延续课程 开启第三阶段的运动项目 除了例行的运动身体之外 还新增了作有的活动 让长辈们不只是运动身体 还要动动脑 让脑筋活络一下 金山区六谷里每周四都会进行社区关怀 照顾据点设置向弄长照站的预防及延缓失能课程 前面两阶段的运动延展身体的课程结束 理想继续延续课程 邀请到专业的师资 除了例行的运动之外 还新增了桌游的活动 要让长辈不只是运动身体 还要动动脑 活络一下脑筋 第三期延缓失能课程 主要是针对长辈来 教他们怎么如何去玩桌游 桌游很多人都知道 在长辈认知里面认为只有麻将 那我们今天教的是拉密 那也是一种以色列马将 他是一种可以训练长辈的专注力 也可以训练他排列组合 一些逻辑思考 所以我们运动除了动动身体 我们也要动动脑 第三个这半 因为老人家除了手脚能够并用的话 脑筋也要动一动 所以说我们办一个桌游活动 桌游活动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老人家也要比他有思考的空间 不然就是说 你总共想想想看 就是这样也有办法 所以说这也有触及脑干作用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非常很有意义 长辈分组完起了桌游游戏里 最受到长辈喜爱的拉密桌游 当然老师也会在一旁来指导 让长辈更快速的理解游戏规则 等到熟悉规则之后长辈还可以举一反三 让手上的数字牌按照逻辑出完 取得最后的胜利 他透过桌游的项目呢 让这些年长者聚在一起 不只是说大家有趣味以外 也透过桌游呢 让大家更脑力激荡 让大家透过桌游呢 更启发大家的思考和思绪 今天呢和长者们一起来同乐 也发现长者们大家都玩得不予乐乎 也很期待未来有更多的这样子桌游的活动 可以来进行 所以呢真的 这个也符合我们新北市政府 对长者们的这样子的照顾 不只是做健康 不只是来供餐 更透过桌游游戏 让大家脑力激荡 大家在一起更开心更快乐 学长也来到关怀据点中 与长辈玩桌游同乐 也鼓励长辈可以常玩借以训练脑力 也透过关怀据点的多元活动安排 以及不同区块的给予长辈身体的运动刺激 或是大脑刺激 要让区内的老人家晚年生活都精彩有趣 进而预防延缓失能 乐活每天 季教评和金山采访报道